营造族群江天新兵 安苍营造股票代号5548 即将在3月18日挂牌上柜 这是贵买市场24年来 首度有营建营造新股挂牌 也反映出近几年 国内营造市场的热络 安苍营造以参与政府公共工程为主 目前在建工程合约约120亿元 而未交的工程案量约在58亿元左右 以公司近几年年营收约20亿元来看 等于未来的三年业绩已经掌握 安苍营造成立于1975年 是一家拥有近50年资历的甲级营造厂商 挂牌后实收资本额约4亿元 公司曾经参与的公共工程 包括道路桥梁 建筑大楼 展馆 隧道 港湾 车站 园区开发 电厂及抽水站等 安苍营造其实是一个 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的营造厂 就是民国64年就是1975年 那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呢 其实在1980年左右就开始 就是进入这个安苍营造来接手 来经营这个公司这样子 那我们的定位基本上我们是甲级营造厂 而且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工程的专业的关系 我们其实是专注在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 其实2010年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成熟度 还有呢前三基础建设的这个案源的这个机会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成长的契机出来 所以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呢 整个就是施工的这个总量达到100亿台币的一个里程碑 然后呢其实呢在很短的时间 也就是说呢在2023-2024这段时间呢 我们预计很快的 我们会达到下一个里程碑 就是第二个100亿的这个工程的这个执行的总量这样子 那我们的优势就是在于就是说 因为我们长期在公共建设这边有这个 这个在这里进行这个工作 那所以说呢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啊 还有我们的公司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主要的方针 还有我们管理的技术 施工的技术 都是主要是以服务 我们这些公共基础建设为主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长期累积下来的这些经验啊 还有我们的时机 对我们来讲 未来就是一个有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优势 我们公共工程这一块的话 是因为除了要达成这些品质这些要求点点以外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服务社会大众嘛 那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要受法规法令的限制 比如说有政府的采购法啦 比如说这个我们有这个我们当然营造业法 这一定要遵守啦 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各个各级机关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政策指引的一个 需要配合去做政策指引的这些的一个实践 所以说我们的一些程序 还有我们的这些管理的流程 它的一个它的一个正确性 还有它的完整性就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会造成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力 还有我们的资源必须要投入在这个部分 去做记录或者去做我们查验的准备 那让我们这个等于说全体国民跟市民 买到的成品是经得起这些 所有的一个细节环节的检视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跟私人的话会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要花比较多的这个精神 还有管理的能力能量来去完成这一部分 这也就是主要安藏 跟其他非做公共工程 非从事于公共工程的同业之间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差异的部分 事实上这个大街有融景 大概就有枯水期 这一样的道理 大概在我想在2020年以前 这个行业是就是在就是我们COVID-19 厂商这个台湾商回流之前 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不太景气的情形 2020年建筑业这些也都很景气 然后我们这行业就突然就突然暴起来了 现在因为我们政府的管理也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说我们这几年政府有很多盈余 它发现有绿色或者是减排这些的需求 然后于是它也做大量的投资 那以我个人的观察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 像比如各位看到 有几千亿的计划 陆续有再提出来 那事实上每个计划 它的期程都相当长 都5到8年 因为它不可能在一天一夕之间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说在我来观察的话 在未来5到8年 它就有一个相当能见度 就像以我们公司来说 我目前的余额的话 正常的话未来三年 它就已经有它基础的一个量了 那未来当然我们这三年 不可能没有新的案子进来 所以说基本上确实如您讲的 这个行业目前就是 最的算是相对的是一个荣景 但是我们当然是要趁这个机会 赶快把我们剃值 还有我们该做的事情把它弄好 那当然这基本上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要未来的这个标案 它有大型化跟复杂化的倾向 所以说我们要 就是争取更比较多 外界的一个资源 来投注在我们公司 以利我们在后续面 在争取标案上面的一个发展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因为你有的这个上柜 以后呢 你有这个品牌的一个形象 你可以呢跟大家来 跟外界来做说明说 我们这家公司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经由我们过去的表现 我们的努力 那反映在我们的这个投资人的心中 让他们来加入我们这个 所谓公共工程基础建设这一块领域的一个发展 这是我们第一个的一个希望 那第二个的话呢 利用我们这边募集来的资源的话 还有经由我们这些 有更高阶的一些所谓的 像比如说贵买中心 比如说我们政府的一个监管机构 让他们这些外在的一些关注 或者对我们的指导 让我们公司的内控 也能够持续的能够精进成长 然后做正确的一些判断 那么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的整体的管理的能力 还有我们公司治理方面也会有所提升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最后就最重要一个 也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 对于人才的募集 因为现在的 因为大家都了解烧子化 人变成一个最稀缺的一个资源了 那对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我们也希望经由我们这个上柜 他这个东西 让大家能够了解这公司 更深入的了解我们 然后最有志于这个行业的 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劳动参与者 能够希望他们能够加入 我们的一个建设行列 那我想经由这个 未来的这个我们的扩张的话 那我们也能提供比较多的一个 这个整体的服务 然后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现在 既有的这些管理的优势 然后来去扩大这些 在基础建设的这边的一个进行 另外的话 当然大家也可能很关心说 那你一直做这个公共建设 那万一这个东西在市场上面 它有改变的时候 那我们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你总是不能把 其他东方同一个栏子里 那当然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要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 复杂大型工程的整合管理能力 我们就想要结合我们这些其他的产业 比如说电力 电机 系统 甚至是这些资源回收 资源类的水处理的这些的业者 我们可以共同逐渐的这个大型的团队 可以去提 可以去争取比较复杂的大型的 像类似EPC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 等于是提供我们业主 可以提供我们业主一个 一个Total Solution的一种案子 那比较大的案子 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参与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当然就是有关这私人的一个 私人的一个案件的一个争取 那当然这个目前的规划 当然是比较属于中期跟长期的规划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因为公共工程的一个量 已经占据我们很多资源 但是我们一定会在寻找相对合适 还有就是我们能够介入 因为我们事实上也累积很多建筑 还有这些这些的 营建的一些时机 我们也可以尝试的去把它应用在这个 私人的这个领域 来去参与这个私人的一些 这个一些基础的建设 那以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主要未来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方向的目标 因为我们的承担的案子是 依照我们的营造业法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营造业法然后规定的话 我们单一投标的可以参与投标竞标的案件的话 是我们资本额的10倍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4亿的话 我们大概单一的个案可以是在40亿 那如果说今天是总量 我们今天总量来讲的话 是营造业法规定我们是净值的20倍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可以承拦的 总量的余额是净值的20倍 那因为我们的净值大概有在5亿左右 所以大概我们的总量 承拦总量的余额可以大概在100亿左右 所以虽然说我们资本额并不是很大 但是以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再见大概是 目前大概到今天大概是50 7 8亿 因为这是流动的 那当然我们还有余额的话 大概还可以来承拦大概40亿左右的案子 那以我们目前的人力 还有我们的资源的情形的话 这个应该是可以提供我们现在 还是有适度的成长的空间 那以我现在来看的话 我希望在安昌在未来的5年以内的话 我希望它的资本额能够有50%的成长 我希望就是它能够达到6亿的一个标准 在5年以内我们来努力 然后我希望它的 以我们现在的组织能力 不要做太大的变革的话 那大概在我们如果能够增加50%的 我希望的年一收能够到达大概30到35亿 这样子的一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计划 安昌看好近几年政府推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预算年年攀高 今年公共工程总预算更达到6000亿元 写下近16年来的最高 将使营造业者接案来源充沛 尤其政府公共工程有大型化复杂化的趋势 规划的建造时程也往往长达5年8年 这对过去专注在公共工程领域 并拥有良好评分和实际的安昌营造来说 在挂牌后随着资本额扩大 也有望带来持续成长的动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